欢迎来到掠影时光 在这个村子里因为没有粮食给多余的老人和孩子 所以这些孩子便得到了一出生就要面临死亡的命运 整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人们除了生活便是性 影片中出现大量的各种动物交合的镜头 都暗示了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的动物性 影片的高潮其实就是 儿子陈平背着老母亲上山的这一段 陈平怀着悲壮的心情背着母亲上了山 山上随处可见的白骨其实也暗示了那些在山上的老人的命运 当陈平将便当递给母亲时 母亲不收 两人在一起抱头痛哭 沉寂以来的感情也在此刻喷不而出 那种长久以来堆积在心里的压抑和无助 也在此刻通过母亲的肩背哭了出来 陈平在大雪中回头寻找母亲 她依旧不能接受让母亲一个人在这里等待死亡 她告诉母亲下雪了是吉祥的征兆 然而母亲却只是一味的让她回去 人们看到这部影片时很容易想到远古见父的故事 中国的儒教大环境的盛行其实拒绝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三纲五常的伦理便让我们尊老爱幼 不可存在老人就是累赘的这种卑劣的想法 也许是中国地大物博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生活时代的差异 我们并没有体会到那种为了粮食 为了生存而抛弃生命的行为 我们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部影片会如此的没有人性 并且村子里所有的人对此都没有怨言 就像陈平所做的她可能是村子里的异端 为了不打破这个所谓的规矩只能遵守 为了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下去 只能将母亲送进了人间地狱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可以从这部影片中窥探一二 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文化发展 我们不能说文化有高低 也不能去批判外国的文化 在当时那个生产力低下不可果腹的时代 也许送老人上山这一行为是可取的 但我们从电影里面看到的更多的是 那种对人性的抗争和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导演讲了亲情却并没有讲述爱情 毕竟女人对于电影中 她们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 哪来什么爱情可言 吃饱都有问题 更别提精神追求了吧 人类之所以同动物不同 也是因为思想和感情的问题 但在电影里面 导演将这个界限定义得很模糊 男人期待和女人交合 无论什么场合 不顾旁人的看法 这是动物的表现 然而陈平却放不下对母亲的感情 那种在人性边缘的徘徊的挣扎和迷惘 这是人性的表现 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化 我们无从探索当时人们的想法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是小音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绿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 与智隐